古裝韓語教室 Jella出品 今天要學的是 古代地位崇高的人對下面的人說的 無理 是比較接近的現代用語 你是朝鮮時代的柿子 跟你很要好的宦官一起出去玩 結果你不小心把錢弄不見了 但你肚子餓問宦官說該怎麼辦 宦官說吃屎還能怎麼辦 你就說 想要到餐廳討點飯吃 你跟老闆娘說你是柿子 她回屁了 晚上呢 因為沒錢 所以找一個簡陋的房間一起睡覺 宦官睡夢中報了上來 你可以說 如果它是你的菜呢 那就 Jella